这个联政公署这一次的行动呢 是众望所归 为了维护香港选举制度的公平和长远的发展 就是你再有钱 你也不能把超过法定限额的选举经费 可以额外的一些资金投放在选举经费里面 我们知道欧若萱在补选的时候 在网上面以知的一些他自己公布的信息 就是说在参加补选的时候 他已经在某日某月某时 他有在自己的宣传平台 在Facebook上面呢 有公布有请嘉宾为他站台的 那这个已经是公众的信息了 那这个是不可质疑的 而在这个演唱会 在这个做事这个集会的过程中呢 我们又看到黄某呢 视频上面是清清楚楚呈现了 叫做为欧某呢 有一个正面的清楚的选举拉票 个人的选举支持书面文件呢 是不可以欠缺的 比如说一个候选人公布了一张照片 而照片里面呢 可以看到有三十个个人 与这个候选人照了一张合影 而这个合影上面呢 又可以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呢 是可以呈现出这一个活动 或者是这一张照片 是为了选举而产生的 那在照片上面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书面的支持同意书 如果欠缺了 而在选举之后 又成为高等法院袁仲廷的 一个关注点的话呢 没有签名的个人支持同意书的话呢 这个就是有案例可循的 是违法的 我们的这个香港的选举条例上面呢 就是明文规定的 就是说每一个候选人 都会在这个选举经费上面呢 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 就是你再有钱 你也不能把超过法定限额的 选举经费 额外的一些资金呢 投放在选举经费里面 联政公署 他这一次的行动呢 是根据法律的 是他们基本上一个执法机构 是分类的事情呢 还有这个选举监管的部门呢 他也有那个责任 为联政公署的调查来提供 适当的足够的资源呢 那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了 看到一点是非常的显著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呢 要是有任何的 处意的一些非法行为呢 不是说你过了若干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逃之夭夭 是合法 合情 合不合理呢 完全合理 原因就是说 任何嫌疑人 触犯了香港选举条例呢 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行 这个联政公署这一次的行动呢 是众望所归 为了维护香港选举制度的公平和长远的发展 希望说这件事情可以早一点尘埃落定 可以让不法分子神之于法 而且维护我们香港的选举制度的清廉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